大家好,我们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煎蛋 煎蛋有什么好介绍的? 我们来分享如何煎 不是荷包蛋 这个叫做太阳蛋 马来语叫做 德罗马达格包 是吗?结果 是不是德罗马达格包? 应该是 懂不懂 英文叫做 Sani Side Art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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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马来语叫什么吗? 不知道 德罗马达格包 水牛眼睛的蛋 中文叫做太阳蛋 好像一颗太阳蛋 所以今天我们来煎一个蛋 今天我们用这个铁板来煎 如果家里有皮皮锅 不粘锅也是OK的 直接用铁板煎 风味不同 特别好吃的那个鸡蛋 所以我们把鸡蛋敲在碗里面 然后倒进去的时候 那个蛋就比较完美 如果你这边直接敲这边开 有时候 很不顺手啊 我是觉得 多洗一个完美关系 把这个铁板给热了 煎煎的蛋我们就少油了 健康一点 放一点点就好了 准备一个盖子 准备一个盖子 等一下我们就把完美的那个 太阳蛋给煎出来 把蛋倒进去 马上盖上盖子 这个盖子的用意就是说 让它有那个水蒸气在里面 把那个蛋稍微把它 steam熟 其实我们可以计时啊 少过一分钟应该就好了 所以煎这种蛋很快了 我们倒数 你看有很多水蒸气哦 所以它可以产生那种蒸气 把表面的蛋白跟蛋黄给蒸熟 你看一分钟了很快 完美 完美 就这么样 你看它的背部 焦黄 又有淡淡的焦香味 前面是这样 半熟的效果 你看 你看 那蛋黄还有一个颤抖哦 转一转 转一转 OK 转一转的感觉 有时间的话我们摆一个盘 把蛋铺上去 OK 你看 漂亮哦 我们再来煎第二滴好不好 放一点油 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一点点就好了 我们敲一个蛋在碗里面 看这样 破了 破了 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鸡蛋要很新鲜 鸡蛋要很新鲜 因为鸡蛋新鲜 你煎出来它蛋就漂亮了 如果鸡蛋不新鲜 它那个蛋 它蛋黄就容易散了 你看这个蛋 差不多10天了 如果刚买回来的蛋就很漂亮 戴上盖子 人咱们煎饭 writes, 或讹锅 材料 切一切 这个材料 是不是充分 OK 時間到 最後要放兩粒 把兩粒放在這邊 阿媽兄 可以放這 Tabasco 你們可以洗一次 Tabasco 所以完美的太陽蛋就完成了 喜歡我的分享記得幫我點贊和訂閱哦 那我們下次再見